大家好 我是小玲 今天會和大家做一個意大利菠菜蛋餅 材料你也看到桌上很簡單 顏色豐富 看到這麼顏色豐富就知道是健康 通常有這麼多顏色 有綠色 有紅色 有橙色 有紫色的蔬菜 就包補這個食材都很健康 這個做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先把材料切掉 然後放進鍋子裡炒一炒 然後就開個蛋漿放進去煮就可以了 不懂煮東西的朋友都可以試一試這個食譜 好了 我們現在就開始 首先切洋蔥 洋蔥我們切絲 切了頭尾就先剝皮 說一下這個意大利蛋餅有什麼特別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蛋餅的做法 有西班牙蛋餅 有意大利蛋餅 西班牙蛋餅的主要材料通常就是雞蛋 薯仔和洋蔥 西班牙蛋餅的做法是反轉 煎兩邊煎香 讓它好像膨脹很厚 意大利蛋餅的材料 可以放不同的蔬菜和肉類 做到像一個薄餅一樣 這樣你見到這個表面有五顏六色很多不同的配料在上面 就不用反轉的 就這樣煎了底下焗熟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簡單的做法 現在就輪到切了番茄 番茄就中間湯開一半 可以買一些大顆小小的一串串的車尼茄 因為車尼茄大又小 如果太小粒煮下去 那些都融掉了 就變成吃下去就吃不到的 而且看上去的賣相也沒那麼漂亮 另外菠菜葉我們輕輕切碎 切幾下就可以了 接著就預備一個大小小的碗打蛋 通常我們做一個蛋餅 你要看你那隻鍋的大小 例如我們一隻小小小的20cm 可能我們就用六至七隻蛋 先攪爛蛋 然後就發勻 我們可以加牛奶 加奶油也可以 調味也可以現在加上去 加少許鹽 加些胡椒 加些芝士粉 現在加在這裏攪勻 味道會均勻一點 我們這個食譜 你看這些材料 我們都是屬於一個低碳 或者生酮飲食的朋友仔 都適合的 因為我們是沒有一些 高澱粉質的食材在裡面 主要都是蔬菜 還有有少許煙肉 還有雞蛋 現在可以開始煮了 紅蘿蔔切絲 顏色豐富一點 還有增加多些維他命 還有就是 吃下去的時候多些食材 咬下咬下咬下 好 現在可以先開火 好 調小火 加少許油 我們第一樣就爆香了些煙肉粒 因為煙肉自己也會出油 所以一開始不用加太多油 放下去已經聞到煙肉很香 我們大火少許煎香的煙肉 盡量把煙肉的油脂逼出來 待會炒到其他配料裡 全部都會很香 做到的效果好像有點炸香 尤其是有一顆粒的肥膏 盡量做到它有少許金黃色 脆脆的 吃下去的效果或口感會好些 可以放少許鹽 看不見到那些肥膏的 開始炸到它有少許金黃 脆脆脆的 就是要這個效果 好 現在就可以放洋蔥 一起炒 調小一點點火 紅蘿蔔也可以放進去 剛才那些金筍絲 因為這些要煮久一點才會煮熟 百里香也是 撕掉那些葉下去 一起炒 拿著那條框 相反方向撈下去 那些葉就會掉出來 剩下這條框 千萬不要放進去 因為很硬的 咬不開的 炒到那些洋蔥和那些金筍絲 有少許軟身 現在就放一些菠菜葉 加少許胡椒 放一攪 放一些蕃茄在表面 攪拌均勻 輕輕煮一煮 你想做出來的蛋餅更漂亮 就盡量把蕃茄撿在表面 待會把蛋漿倒進去 待會把蛋漿倒進去 你就會看到蕃茄在表面 然後把蛋漿倒進去 輕輕拌一拌 再把芝士放進去 如果不喜歡摩沙拉 其實可以放不同配搭的芝士 也是隨你個人喜好 可以放不同配料 剛才也說過 看到蛋餅的中心有少許膨脹 如果蛋漿都熟透 就可以了 在表面放少許胡椒 加少許香草 裝飾一下 調味 這樣就完成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